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妈 哎呦妈 从头 这个学习跟模仿其实不是坏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 绝对是不能够学习跟模仿的 那就是犯罪 前一陣子在台南有一个假日杀人魔王 那简警在她住处找到一本暴力漫画 研判她就是学习其中的犯罪手法 所以呢导致她的偏差的行为 今天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的 这位心理医师 当我们看到这位心理医师的时候 我们心里都健康 都健全 都兴奋 有请心理医师 加拿大ATM男星杀害亚依男子 竟然是模仿暴力电玩的情节 甚至他还把自己身上的一部分 变成和电玩主角一模一样 香港青年线上游戏玩过火 会想自己是古代大侠 还要伤害自己的双亲 到底这些胸前脑袋装了什么可怕的念头 马上跟着我的脚步 回到案发现场 一起了解模仿犯的人格缺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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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面所有的乌云都已经跳组了 我已经把妈妈嘴都忘了 现在妈妈要闭嘴了 好 第二个 加拿大这个分尸模 他的方案手法跟电玩开膛手一模一样 这个电玩叫做开膛手 是 我们现在讲加拿大的这个分尸模 他是 模仿这个电玩 可是这电玩是模仿谁呢 开膛手杰克 OK 所以一连串的模仿 电玩模仿电影 电影 然后呢他去模仿这个电玩 是 先看看这个人 这个人很帅 是 猜一下 哪一个是凶手哪一个是死 一个是东方人一个是外国人 好 应该是外国人 右边这个是熊分尸模 那这个呢是死者 两个长得不 都蛮帅的 都很帅啊 都很帅 你待会看到他们照片都很帅 那个是一个中国人 叫林俊 这叫Magnota 是 好 那个林俊后来的这个 这个 这个情况就变这样 这什么 这什么 打了马赛克的 妈呀 分尸了 什么 他是分尸的 看看他生前有多帅 是 这个叫做林俊 他本身呢 也是这方面 同性恋 是 那我刚刚讲那个分尸模呢 他是一个双尸恋 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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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还没有杀害林俊之前 其实他就很喜欢 这个他也 他本身就是一个南技嘛 然后他也跟了其他的另外一个呢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 他们加拿大的杀人模呢 还同居过一段时间 那他在还没有变成这样的时候 他非常风鸣 这个电话游戏 他还曾经因为这样电话游戏 他自己呢 还拍了一些啊 虐猫 杀狗 这些影片啊 就放到网上去变态 那他呢 在跟这个林俊呢 林俊后来 2011年的时候 到了蒙特罗 去念这个 去念书的时候 跟他认识了 认识之后两个人开始交往 是 他其实就是要把林俊给杀掉了 那杀他的时候呢 是这样 他把他带到他自己的家里面 然后呢 就为了要把他给杀了 杀了之后呢 分尸 其实啊 这个部分啊 小朋友真的不要再模仿了 这个是有点恐怖 他把他分尸了 先把他 拿着他的手来 好厉害 听到吗 这电台到什么地步啊 他已经把它分尸了 然后再去 分尸的 那尸块 那最后还把他的 这个背上的肉 还吃人啊 还吃了他的背上的肉 那这个过程里面 他都把它拍下来 全部都拍下来 拍下来之后 他先把这个尸块啊 分两批 一个一批呢 寄给那个 加拿大的政党 两个政党 另外一批呢 寄给两个学校 小学哦 寄到小学去哦 也就是说 他把这四块呢 寄给政党跟学校 然后再发了电邮 给这个报社 告诉你们说 我做了这个事情 他说我无法停止杀戮 发完了这些东西 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他才搭飞机离开 然后离开之前 把这个所有的影片 PO上网络上面去 哇 这引起大家 都非常的震惊 全家震惊 哇 怎么有这样的一个 这人家可能还以为 一开始以为是拍 是不是电影特效 就后来警察 当然就接入调查 发现不是特效 赶快去 根据IP去搜查 一搜查 就发现了 他还有一些尸块 还在他的家里面 并在冰箱里面 那这个过程里面呢 警方马上就知道 知道是谁 Magnotta 他绝对是涉案的人嘛 但是一查 找他的这个 这个记录 一发现他已经离开了 离境了 离境之后呢 一早他去哪里 他到了德国去 是 所以把他通知德国的警方 德国就根据 国际刑警组织 马上就把他在德国呢 给逮捕了 逮捕抓到他之后 他就说 是啊 他说我杀他 然后呢 警方开始去查 他在网络上面 他还po了很多的文章 什么样的文章呢 我怎么样去杀人呢 不被发现 我怎么这样自己 在人间消失 就说他怎么躲起来 杀人之后 你怎么逃亡 怎么隐匿 都教人家这些 有的没就对了 所以他呢 警方就问他 那你怎么会有这些 这么奇怪的想法 发现他的电脑里面 都是这些 很暴力 很血腥的 暴力电玩 电玩 他长期沉迷在这种 电玩里面 而且他因为沉迷在电玩 他应该沉迷在 那个虚拟世界里面 是 所以说他在真实世界里 他也去跟 刻意地去跟 分尸魔 另外一个杀人魔 已经关完出来的 刻意地去跟他交往 也知道说他已经 可能也许在现实跟 虚拟的这个界限里面 他已经慢慢搞不清楚 他那条线拿掉 他已经搞不清楚 他到底在哪一个世界 所以模仿 是从这样来 所以打电玩具 也不要太沉迷 还好 还好 我生存一句还好 就是累 拿BB弹打打自己 没有这样 不是 不是啦 谁会这样 你看我 重门 沉迷了以后就打自己 不敢打别人 打自己 不会啦 那是疯了 好不好 好的 那他改名跟电玩游戏同名 对 他本来 他本来不是叫我 Magnota 那Magnota呢 因为 他里面的杀人魔呢 他叫Magnota 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他 他就把自己幻想成是他 这是他在德国呢 哇塞 被捕的时候 他易容成为一个女性 哎哟 做女生还蛮漂亮的 对不对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性 哎哟 厉害厉害 可以看到他 其实是一个很帅的 是是是 很有型 型男 型男 非常有型 型男 好 这是他 把人家分尸之后呢 冰在冰箱里面 好 以后这冰箱谁敢用 当然不用 他成为证物 好 扣押人 谁要用的不用 好 那过度沉迷这个线上游戏 会模仿电玩人物拿刀砍的 这是在哪里发生的 这在香港 而且发生在今年的3月17号 一两个礼拜的事 上上礼拜 是 那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 这个 因为他是死的是一对夫妻 是 是一对夫妻 那 死的那个男 就是 丈夫 叫做 叫做霍里慈 那他有个独子 那独子 18岁 可是问题就是说 虽然这个整个家庭是很和乐 但是这个独子 一直有点 对于这种社会上面很多 诸多不满 而且他又失业 失业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分尸 技术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沉迷在电玩上面 为什么呢 那因为在电玩时机里面的时候 他是一个侠客 所以他自己取名叫 孤星剑客 这个孤星剑客 然后呢 就不断地就在那个 这个online game里面 四处斩杀敌人 在online game上面就认识了另外一个19岁的一个年轻人 结果这两个就成为莫逆之交 就好朋友 一拍集合 对 问题是我们这位阿贤 就这个独子 结果呢 他有一天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朋友讲说 我跟你讲 我们要当大侠 不吃汉堡包 什么啊 太独 我们不会吃汉堡包的 大侠不吃汉堡包 但是呢 大侠有没有 有个特色是什么呢 无父无五 大侠没有父母亲的 神经病的 你有看过大侠有父母吗 就另外那个 那个19岁的小鬼说 哎对啊 大侠没有父母亲的 那既然如此有没有 我们今后要行走江湖的话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让他变成自己 真正的大侠 就是要把自己的父母亲干掉 观念天叉的少年 真的会痛下毒手杀害父母吗 虚拟真是分不清 这些少年怎么了 他们的宝物被偷走 约对方出来 当场是在那边玩卡的 就你知道其中有一个小女人 一个11岁的一个年轻人 他讲什么 我们每次玩电玩的时候 都看到 特杀手剧 他的后来还在 中学会发起来 我怎么知道他不会起来 还有他在练功 过去呢 把他妈妈呢 接下来再学着剧情 年辈一栏目 塞在他妈妈的身边 然后 所以呢 他们后来之后 就在那个 住在附近的一个市场里面 就各个就买了一个 这么长的一个开山刀 是 很长啊 这样子 然后呢 就像大侠一样 插在自己那个皮带旁边这样子 两个人呢 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捏手捏脚的 就进到那个 阿贤家的父母亲 看到那个 阿贤父母就熟睡了 当下拿起刀来 就看乱刀就砍了 当下的话 有点就是 头啊跟身体 那种状态 就惨死 那妈妈的话 因为有那种惨叫 后来母亲有没有 就奋力逃脱 结果阿贤跟这个 另外这个小朋友呢 两个人有没有 就把刀还没有丢掉哦 还把他插回去圆面 所以讲说走 我们现在到外面有没有 真的我们就要去行走江湖了 只要看到路上 就坏人有没有 或者是我们觉得不睡 就砍他 还好有没有 就是两个人一身 满身是血的这样子 走到外面去没多久之后 因为被那个巡逻援警了 发现到的时候就制伏在地上 那制伏在地上的时候呢 当然就这个母亲 我们会讲说 爸爸惨死 妈妈有多惨呢 妈妈到现在为止 还在加护病房 天啊 那因为要极力地反抗 妈妈的两只手有没有 被那个看着砍到什么程度 这样连 哎呦 我的妈 非常惨 那这个案子发生之后 没多久之后 香港又发生了一件 死侵血案 后面这个男的 把他的父母亲有没有 分尸之后丢到海里面去 居然被香港的警方 跟犯罪学者去研究发现到 他是模仿前面这个大侠的 哎呦 他是因为前面先有这个 杀人就是拿刀 砍杀自己双亲了 这样子之后 后面那个才有他那种情况 台湾也发生过一个 类似的状态 所以他跟父母亲没关系 他是在逃云有一群小朋友 也是玩玩玩玩玩玩 然后呢 他平常也是拿 就是大家各 扮演各种不同的大侠 有一天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宝物被偷走 约对方出来 出来之后他们就在旁边 预藏了很多的那种 木头啊 铁棍这样子 就要见客一样 就要把当下 那个约出来的那个人 当场打死在那个网卡的门口 事后的时候 警察抓了这批小朋友 这批小朋友才几岁 最大的也不过才16岁 最小的12岁 国中生 天啊 国中生而已 太恐怕了 其中他们讲说 你们为什么下手这么惨 为什么 因为死者 一个17岁的小孩子 那个整个头是被 后来之后他们就问他说 你们为什么下手这么残忍啊 就你知道其中有一个小朋友 一个14岁的一个年轻人 他讲什么 我们每次玩电玩的时候 都看到被杀死了 自己还会后来 还会在重学在爬起来 我怎么知道他不会起来 好可怕 他以为他在练功啊 对 不是 这是台湾真实发生的案子 小朋友他是不知道 真实跟虚幻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玩这儿 online game的时候 我真的要提醒很多父母亲 尽量陪到孩子身边 是 他这些所谓的 斩杀的过程中的时候 这种杀戮过程中的时候 你要给他一些 正确的观点 要把他卡进去 跟他讲 这个世界也没那么暴力 而且呢 你真的把人打死了 他真的不会回来 那这个厉害 小混混模仿 十大枪击要犯 结果真的 黑道老大来了 对 台湾的犯罪史上 单一一个人 杀人最多 开枪最离谱 那为了他啊 那时候的警政署 跟刑事警察局 弄了一个十大枪击要犯的榜首 是 叫做林来福 他一个人枪杀了26个人死亡 是 枪伤了21个人 所以呢 至少47个人被他开枪打 他开始出来 作案的时候是 比如说走路 走路经过台中 然后两个人 然后就尿急 就在省道尿尿 那么 阿伯走过来 说年轻人的黑白 放到这样而已 就被他杀了 就被他砍了 他的个性是 只要不合我的意 我就杀 我就砍 那么他也创下 在台北台中高雄的西餐厅 为了要钱为了纠纷 伯送就拿着冲锋枪 去扫人家的门口 一扫就七八十枪 上百枪 然后他最离谱的一次是 为了一个纠纷 因为他下面一个手下 叫做欧谷 黄鸿裕 那时候也很有名的 也是名列十大枪级要犯 然后呢 不爽 因为人家都是我的兄弟 所以带着欧谷这些人 直接冲到嘉义市 创下有史以来 单一针对一个事件 枪击最多人 为什么呢 你比较就屋内七个人 全扫 当时五个人就死掉了 扫了不够 找的人没到 又到嘉义另外一个地方 又扫了三个人 你就知道 也够行是多凶残 当年还有一个个性就是 因为我也走路啊 因为我杀了那么多人 做了那么多案 警方追气这么紧啊 那我要需要钱嘛 我要跑路嘛 那我也需要很多的精密的武器 那我就需要钱 是 当时就流行啊 到赌场交金 因为赌场不是最多人来赌模啊 最好赚啊 直接来收钱嘛 我们大爷只要说我来来 我们大爷来来叫我来拿钱 五十八十五 你一定要给他 结果后来有一次在台中啊 这个他的手下就到赌场去了 我们大爷来来叫我来拿钱 他反正事先不用签打电话来啦 反正来来的名字就是连爱福啦 十大枪一样 黑白两道都畏惧啦 然后他说我们大爷叫我来拿钱 诶 你也不能这样 你刚才我拿走而已 诶 奇怪 我们大爷就叫我来对不对 他就叫吉他兄弟先拿来拿 然后就回去跟大爷说 大爷 人家说我们拿走啊 结果莱莱说没有啊 我没有叫别人去拿啊 你是不是记不对 还是丢警记不对 有没有 结果后来发现 在大台东地区 有人带莱莱在拿钱 呃呦 买莱莱啊 拿他拿钱啊 买我是莱莱 我们大爷来来拿钱 那结果我一听还得了 一气直较非常生气 查 查看看到底是谁去我拿 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有一家很有名的建设公司 嗯 接着一张电话 我来来的 首先我们大爷来来 叫我来给你们拿一千万 结果这些建设公司一看 社会办都是林莱福对不对 决定要给钱 真的给了 给了以后呢 隔天新闻登出来这么大 来来林莱福 勒索这个知名的建设公司 一千万林莱福生气了 我没有啊 你们没有 是什么人带我带 对不对 然后就很生气了 那时候警方状案小组 还在查 还在干什么 还在追 他因为认为是林莱福嘛 那么林莱福就花钱干什么 买线索 没多久 林莱福立刻知道是谁干的 台中一个死 同样死人的 跟兄弟做的就对了 跟那个高兴啊 林莱福想办法找到人 两个拉出来 这个姓林跟他的手下 去拿钱 两个都约出来 约出来 约出来以后呢 当他的面 就问他说 诶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说 你们大爷来来 你去跟他们拿钱 对啊 我们大爷来来啊 你知道我谁吗 我来来的 你知道就当上 两个人把他打死了 打死两个冒名的 跟一个不怕死的 在台北 还来 这一次 也是挑很知名的 建设公司外加民意代表 胃口很大 一口气要两千万 对方一听 诶 林莱福 对不对 给钱 两千万 就给钱了 这一次发生了一件事 因为林莱福 同时自己也选上了 这家建设公司 要掳人勒索 监勒索 你知道吗 结果对方说 大爷 不好意思 两千万的乎 两千万乎啊 两千万乎啊 谁暗中老人乎啊 我前面拉到什么 查 马上就查 查出来以后呢 就把这个 这一个不怕死 这个姓陈的 约出来 然后呢 这一次 枪杀了以后 尸体没有放在 那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要让所有人知道 就是我林莱福干的 以后在江湖上 在假冒的名义 去跟人家要钱的 去辱人得署的 去辱人得署的 全部的下场 就是这个样子 林莱福的个性 就是他那臭残 凶残 凶残 好 模仿影 暴力影集 但是杀人以后 他谎称是歹徒入侵 是 这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在英国呢 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影集 叫做 Coronation Street 在我们 台湾可能没有过来 因为什么 他太暴力了 好 那有一个小朋友呢 那咱们看一下 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 叫做 15岁的Daniel 旁边是他的妈妈 是 他妈妈47岁 他不是只有看这个影集而已 他就看这个影集之后 他还看很多的电影 暴力电影 还有呢 暴力电玩又来了 暴力电玩 他很喜欢玩这些电玩 然后看这种影集 去年 去年的四月的复活节 复活节那天晚上 他又在看这个东西 看完之后呢 脑袋里面都是充满了这些影像 什么的 妈妈才跟他因为呢 放东西要物归原处 这件事情 教你几次了 你是怪胎啊 嗯 这样不定了 哇塞 他觉得说 好 我今天刚好呢 影集画面里面呢 有这么一幕 嗯 有这么一幕 就是呢 拿着狼头呢 把对方呢 给打死的这个事情呢 哎 他觉得这个事情呢 可行 就是找了一把狼头 嗯 趁他妈妈呢 带着他的弟弟啊 还很小的弟弟呢 在床上熟睡的时候呢 过去呢 把他妈妈呢 的头呢 天啊 倒睡 这样子 然后 接下来再学着剧情 把那些啊 一些纸张棉被 易燃物 塞在他妈妈的身边 然后呢 倒上了汽油 把弟弟抱走 还还不错 把弟弟抱走 然后呢 还有小狗带走 然后放火烧 不然整个房子就烧了 烧了之后呢 哎 警方还是验 怎么验 还是比对牙齿的齿磨 才发现说 这确定是他妈妈 没有错 好啦 结果 警察说 哎 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有歹徒啊 侵入我们家 然后呢 杀了我妈妈 然后就跑啦 这样子 警方一听 哦 你 他这样讲 但是呢 他起了一个大疑问 警方没有 只有听你讲 他就去 完全照他说的去办案 没有 他把 还没有烧到的这些电脑呢 放回去 全部给他复原 那个小朋友啊 在行凶之前 他还把他所有里面呢 能够删的啊 统统尽量删掉 他没有想到 哎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或者想到 他的那个警方的功力 比他还要高 全部呢 复原 复原之后呢 发现 哇 里面的影片那么多 都是属于这种暴力之类的 最重要的是 他还写了自己 写了故事 什么故事呢 如何杀害母亲之后 可以脱逃 跟我刚刚讲的故事 有没有很像 都自己都会把自己先 想成是一个主角 然后呢 想了一个故事 然后把自己演进去 所以他在警方发现 他里面有这么多的这种 跟妈妈怎么样 是不是有预谋了 所以再把他呢 找回来 再问他 你这个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东西啊 一直到这些很多的证据出来之后呢 那个Daniel才说 啊 是我看 那我怎么看 就 《Coronation Street》每天都这样在演啊 我每天看啊 而且呢 里面他所存的电影之多啊 连警方都哇塞 你知道你以后想要卖这些电影是吧 哎 都是这些这种非常暴力凶残的电影影集 还有他自己爱打的电话 好 一个失业男子随机杀人 哇 他模仿的是日本漫画 这个叫 黄富康 黄富康呢 他是怎么回事 他是在 犯下这个案子之前的时候 因为他五年前的时候 被人家倒了大概五百万 就被倒了五百万 然后再加上他就失业 那这五年来呢 因为没有事嘛 在家里面没事的话 他在干嘛 就在那边看漫画 他喜欢看日本漫画 就有一天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日本漫画叫做《冲梦》 在《冲梦》的时候 第一集看完之后没事 看到第二集的时候呢 突然间他有了新的想法 他想我现在那么衰 那呢 我要改运 怎么改运呢 《冲梦》第二册里面 有一个情节 这个情节就是杀人可以改运 他就相信杀人可以改运 从那时候开始呢 他就开始干嘛呢 就上那个什么租屋网 去找那个房子 他要租房子 他不是要租房子 他还列死亡名单 这样 他就是把 找到下来之后 就用一个笔记本把它抄下来 像胡孝辰 有没有住哪一台 电话多少多少这样 他就抄了一堆的名单下来 他就希望 把这些房东 通宰掉之后 他就可以改运 找到一个姓简的一个房东 那他房子在市里 他就想说那我要来看房子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跟房东要租屋的话 有没有 会跟房东约好时间 然后呢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去看现场那个房子状况 是 到了浴室那边的时候 房东在接受说 这个浴室啊什么情况的时候 他要从他的背后呢 就拿出了铁锤来 就在趁着房东背对他的时候 就从脑后勺就 开始超级他 然后之后呢 又从身边 另外一个地方拿了什么东西呢 镰刀 就一个很大的一个镰刀这样子 这跟漫画那里面有其中 一幕是很像的 他拿镰刀有没有 就开始刺这个房东 因为失血过多就铲死 可是这个黄凤康还想 我杀一个人能够改运吗 好像还不够 那怎么办呢 他就去收 房东身上的这个 钱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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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资料 就拿到了电话之后 一想 他有太太 那他就开始打电话给 那个 那个 简姓屋主的这个太太 打打他说 我跟你们约房 跟你约 约了之后 就跟你的先生约约 就后来之后 你现在没出现 我还是很想要租这个房子 我现在在门口外面 就一直等他等不到 那这样好不好 我是不是直接来跟你谈 你可以把你住的地方给我 我们家玩 就后来之后呢 这个房东的太太就说 好啊 那我跟你讲 弟子在哪里 你就过来 我们再来谈好了 这样 他太太这样子 就按电铃 他太太刚开门 他已经把玉藏的这个腿锤 跟那个镰刀 拿起来就往里面就 从里面就开始打 要杀 这样 是 如果当时 只有这个太太在家的话 我想也会惨遭不幸 就幸好他那时候 还有个儿子在家里 是 所以这三个人就扭打成一团 就扭打成一团之后呢 当然就是 太太怎么样 就是妈妈嘛 儿子护的妈妈 妈妈先逃出来 就喊救命 后来黄鹏一看 哇 世纪败露 马上的 也就跟着就绕跑了 这样子 问题就来了 他绕跑之后 因为他在扭打过程中的时候 他 他身上也受伤 他是被自己的镰刀划伤 这样 那因为血流如柱啊 后来之后没办法 他就跑到星光医院去 是 自己跑到急诊室去 就直接就跟医生讲 啊医生 我不小心被自己的镰刀割伤了 自己就躺到那个 躺在那个急诊室里面 这样子 然后呢 要医生来救他 问题就坏在于 当时躺在他隔壁床的 就是那个 跟他扭打在一起 被刺伤 刺伤的儿子 这么巧 后来之后 因为他儿子在旁边 有没有 就看到他 哎 杀我妈妈 杀我妈妈 有没有 还有杀我的那个人 居然就倒在我隔壁 赶快跟你面的警卫 跟警察讲 当下就把他给抓到了 那人抓到之后呢 一开始的时候 黄鹏还表现有悔意 到后来之后呢 到等到 进入到法院那边 要去审判的时候 他竟然去跟 检察官呛一声 你知道 呛什么 他本来被判无期徒刑 他后来跟 跟检察官讲 他说 我跟你讲 我今天被抓了之后 有没有 如今我妻离子散 谁害了 就你害了 我跟你讲 如果有一天活出去 你就知道他妈妈戏 呛检察官 检察官啊 他就因为 呛检察官之后 后来法官认为他 有没有 毫无悔意 后来死刑定验 故事讲到这里 大家其实非常的激动 我们现在要稍微喘息了 好不好 我们中途 放松心情时间 我们的心理医生要来了 来 尤其心理医生 台湾有个狠心丈夫 为了逃小三欢心 不惜杀害七小 还学电视剧 步步密室杀人遗语 英国犯罪史上 最小的杀人犯 是一对十岁恶童 他们效仿电影情节 又拐两岁小男孩 竟然还施暴 现在马上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回到案发现场 还原故事真相 还故意停一下 对啊 故意 你哪像什么心理医生 我觉得我刚有点站不穩 刚刚那个就是 我又帮你按摩 错了 刚刚他那样停一下 加重治疗 加重治疗 是不是 这像什么药 加重治疗 是这样的 对不对 可能这个就是 大家不要 我觉得他不像心理医生 蛮像那种方寮师 我今天要是心理 你再下流一点 不是 这不知道什么 而且他如果在那个线上 他刚刚脚上站不稳 对不对 他刚刚如果在那个线上跌倒的话 我们会会飞扑上来 马上 夸你了 你心中根本不是想方寮师 我们不要再加码 你想的是太过世 对不对 好 不要再加码 再加码我要拿我的心脏冰鱼 来 为了逃小三欢心 模仿日剧密室杀人事件 这件案子发生的当下在戏指 当时发生这个案子的时候 来到了警方来到了现场 现场是反锁的 反锁了以后就进到里面来 在卧室里面分别发现太太 然后跟孩子在不同的卧室 然后都已经弃绝死亡 里面都是瓦斯的那个味道 都已经中毒死亡了 那么也发现了门缝这边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故意 伪装成好像是要自杀那个样子 我刚刚说的门锁是反锁的 那么通常反锁给我们感觉就是 他一定是在睡觉 从里面把它锁住嘛 也就是说没有外人入侵的迹象 那么警方也看包括门窗 他住在15楼的大厦 楼上就是顶楼 所以蜘蛛大盗 你说要从外墙攀进来的 感觉上好像也不太可能 因为也没有其他东西被翻动 也没有东西等于说打动 都没有这个痕迹 照理来讲不就结案了嘛 就是自杀或是意外 死亡 然后他的先生呢 在死亡后面几天就赶快要去跟保险公司 申领这个保险金给付 那因为三个人是自杀死的 简单观还是觉得有问题 因为娘家这边的亲人认为说 不可能自杀 那所以解剖 三个死者都要解剖 所以暂时没有发给死亡证明书 那么他也就没办办这个保险金的理赔嘛 那么就在要开始解剖的以后呢 先先出国啊 照理来讲这个时候怎么会去出国 他就做生意 再怎么挤都不会挤到 他们三个人解剖 你应该等到他们解剖完 对不对再出去嘛 他说不行这个生意很重要 然后就出去了 就到中国去了 解剖的结果发现 在他们三个死者的鼻嘴这边 都有压的那个痕迹 都有东西众目压下去的痕迹 好 血液里面呢 都有 听到痕迹 是什么 你如果常看过 常看到那个电影里面 都有一个人用一个白布 把你遮到口鼻 额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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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他就是 是 那不可能啊 既然都要死了 都要自杀干嘛这样做 而且死者 死者也不可能自己 尤其是妈妈不可能自己 弄自己嘛 嗯 有问题 去查 先生有替他们生一个人 投保这个保险金 高额 问题是很奇怪 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怎么办呢 先生跟他联络都不回来啊 好 就把他列管 什么叫列管 出境跟入境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他由海关那边扣起来 等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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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先生突然间入境了 从桃园国际墙入境了 马上列管 通知专案小组 系纸这边 然后呢 就把他带回来 然后就 旁敲撤击 然后就想办法 蹦 把他问出来 结果 这个先生讲出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杀人命案的过程 到底是什么恐怖的命案过程 广告后我们看下去 年纪最小的杀人犯竟然仿下电影情节 踹他 戳他 弄到 死了 两个不到十岁的杀人魔 把两个两岁的折磨到死 还让他自己去 为什么都会 去学 去有这么凶残的那种性格呢 是 紧张去他们家里面搜的时候 在他们家的抽屉里面 看到整套的 那些都是属于呢 儿童版的 非常暴力的这种电影 是 两个都有 还有 我的猫 结果 这个先生讲出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杀人命案的过程 原来这个先生叫做张鹤玲 张鹤玲啊 跟他老婆在一起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有夫之妇姓苏 这个姓苏就跟他在一起 变成小三 他同时也有老公 然后呢 这个姓苏的女人就跟他讲说 你不跟这个女人 你的老婆离婚 我们怎么在一起啊 虽然我也有老公啦 但你要跟他离婚啊 不然我们怎么在一起 那 你是不是考虑一下 有我就没他 有他就没我 那么张鹤玲因为 跟这个姓苏在一起 结果没想到老婆找曾信社来抓奸 抓到了 抓到以后呢 变成老婆 要跟他离婚 不仅这样 还告他妨碍家庭通奸罪 而且呢 还要一笔赡养费跟辅助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里的住户嘛 所以呢他进出大楼 不会有人发现 然后呢 溜到走 特别不走电梯 走楼梯 因为一般的大楼楼梯 比较少监视器 对 电梯里面一定有 所以呢他就走了15层楼 到了顶楼 跑到他们的阳台 因为他老婆想 我在15楼 不可能有小偷 会蜘蛛人这样下来嘛 他们的顶楼的阳台 是没有铁窗的 只有阳台开放式的 这个先生啊 直接从顶楼 把绳梯放下来 冒险 从顶楼这样攀爬那个绳梯 来到15楼的那个阳台 绳梯放着 然后他知道 他们家 习惯那个阳台 那个窗户是不会上锁的 因为不需要上锁 那么小偷是不可能进来的嘛 所以呢 他就直接从阳台打开 进去到他们的主卧室 然后呢 就用刚刚讲的 先针对自己的太太下手 把太太给弄婚了 一不做二不休 他亲生的女儿喔 对一个爸爸来讲 爸爸通常是最疼女儿的喔 我因为我女儿上了国中 不跟我撒娇以后 我非常地生气啊 你知道吗 爸爸是最疼女儿的 你现在你刚才控制 对 顺便 对吧 功气失用 以前国小幼稚人 都做大腿的 上了国中就不理我了 对 你看那种心理创伤有多大 对不对 所以爸爸是 我就告诉你一个爸爸的心情嘛 爸爸是成女儿的 而且是两个女儿 对不对 他竟然用 相同的犯罪手法 离婚以后呢 然后顾步一阵 开始把那个瓦斯给打开 是 然后门反锁 然后原路 再从阳台的那个绳梯 再攀爬上去 再把绳梯收上来 然后掩盖所有的一些证物 对不对 下去 他以为天衣无缝 都没有人知道 是 没想到 因为他太急切要去保险公司 要那个 他们的保险金 而发现 在聊的过程当中啊 警方顺便 把那个书姓女小三抓来 从两个人的供词里面 警方还意外听到 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为什么 书姓女小三啊 向警方坦诚 在公称啊 当时 不是说 有他就没有我吗 你要做一个了断 结果 他接到了一通电话 这个书姓小三 接到一通电话 是什么电话 张鹤玲在作案 要掐死自己的太太之前 用蓝牙 打了一通电话 给书姓女小三 为了要取信说 我有多爱你 你说的我都照做 所以呢 把扩音器给放开了 干嘛你知道吗 让现场直播 让书姓女小三 现场听到 她在 把她老婆的挣扎 跟呼喊的 呼救的那个声音 跟声音的声音 一直到声音结束 一段 包括杀死自己的 两个女儿的时候 也是这样现场直播 警方做笔录 坐到这里觉得 你这个人有没有人性啊 真的 张鹤玲杀太太的罪 判无期徒刑定宴 可是 她 杀两个亲生女儿的罪 因为她是 杀人罪里面的 杀害儿童罪 而且是直系儿童罪 所以她判了两个死刑定宴 现在正准备枪决 对这个禽兽跟魔忠 好的 在这边也忽略 王大哥的女儿 跟爸爸多亲近 不知道她将来情绪 会变怎么样 可能喔 讲一讲一讲就大人了 我跟你讲 好 英国史上年纪最小的杀人犯 他看鬼娃 鬼娃不是那个 Chucky 有沒有 Chucky他 他学Chucky 因为呢 这个时候啊 他们犯案的时候 那个时候都不到十岁 八岁九岁 这么小 你可以看到这是93年 是 93年的照片 所以二十年前 是 这是两个呢 英国呢不到十岁了 那他们呢是这样 他们平常呢 就很爱看Chucky 嗯 两个都是 怪小孩 然后在他们经常翘课 然后现在笑话碰到 有一天呢 碰到了 碰到之后呢 想说 我们既然都翘课了 那咱们就去胡闹一下嘛 对不对 就去到那种购物中心里面啊 去乱弄 把东西推倒 很多小朋友 手枕在那边 整个人把你推倒 让你们去忙 一路被赶出来 哇 就是你们这个干嘛呢 太皮了 死孩子 玩到没有地方玩 他睡 那我们去找个小孩子来玩玩 哎呀 他们是小孩子喔 找个小孩子来玩玩 你找 终于找到这个糖果 摊子的前面 看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边吃糖果 两岁而已 叫James 不是宜美人的老公James 叫 叫James Badger 好 两岁 不是James Bond 不是James Bond 也不是007 也不是James Bond 007小时候没有这么惨 James Badger OK 那 看到他了 哎 妈妈都不在 赶快两个人过去呢 就红 又脸红带片 就把他给弄走了 弄出购物中心 有被政治器拍到 就离购物中心的不远的地方 大概两公里的地方 有一个铁道 然后旁边是树林 就到里面了 开始凝虐他 他在那个购物中里面 偷到的这些颜料 他抹得整脸啊 干嘛呢 打他呢 开始凝虐他 甚至就是他 好 就这样子去 踹他 戳他 弄到 死了 活活地把他凌虐到死 之后 这位被发现了 怎么办 那把他制造成一个像 被火车撞死好了 所以就把他的尸体 在上面再放个石板 结果呢 火车过了 后来 隔天 才被几个小朋友呢 贴足球的球呢 要去捡球的时候 发现这个尸块 赶快报警 警方来一查 哇 James James挂了 James挂了 可是呢 James被谁带出来的呢 开始去 吊监视录影器 吊... 吊出来有两个小朋友 把他带走的 可是 两个小朋友是谁呢 不知道 开始去清查所有学校 当天 旷课的 这些名单 还是查不出来 后来终于有一个家长 其实他比较有正义感 跟警方密报 说 他所知道的应该是某一个同学 这样 警方就把他抓来 抓来之后呢 警方的办案 不会说你讲什么 就干嘛 先搜你家里面 你的这个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机证 一查 找到了 找到一件衣裤上面呢 有James的血迹 一验 那就是你了 还有谁同伙另外 说出来 两个人 就通被抓了 两个不到十岁的杀人魔 把他一个两岁的折磨到死 还让他去火车这样子 分屍 引起英国呢 在1993年的时候 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的一种 一种 一种 舆论的压力很震撼 那他们当年呢 为什么都会去学 去有这么凶残的这种性格呢 是 警方去他们家里面搜的时候 在他们的家 那个抽屉里面 看到整套的 Chucky也好 或者他们的续集 系列的 还有什么铁道男孩 那些都是属于呢 儿童版的 非常暴力的 这种电影 是 两个都有 好啦 结果后来 这事情他们都已经关了 对不对 可是 这样子事情都结束吗 没有 Chucky这样的电影呢 还持续呢 影响到英国的很多小孩子 四五年前 又有一对 像类似这样的 大概十岁 十二岁 的这样的小朋友 又把另外一对小朋友 也是大概八岁 十岁的 把他们呢 带到树林里面呢 Chucky这样呢 凝虐到他们呢 生不如死 其中还有一个说说 我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我已经看不见你们了 你们赶快走吧 另外一个还说 他自己拿起那个木棍干嘛 自己打 我说我已经 已经挂了 你们就放过我们吧 这样子 两个人才 才走耶 后来 警方当然循现 又把他们这两个人 抓起来 给抓到了 干嘛 你们干嘛这样做 一到家里面看 又是Chucky 又是Chucky 所以Chucky在英国呢 是已经被 被很多的心理学家 或儿童行为的专家 认为说 他影响到 小朋友的行为 非常的深 好 从此Chucky在我家 方圆一百公里之内 不得出现 一出现就把他烧毁了 好了 侦探卡通 蛮好的啊 大家斗志嘛 对不对 但是也有模仿犯 他们也要模仿侦探卡通 他是模仿侦探人 还是 对 我们大家都看过柯南 柯南蛮很爱 对不对 但有人把学了柯南之后 变恶男 年过九十年 在距离这个摄影棚 大约一公里外的地方 有个七十岁的一个老阿嬷 身中四刀 然后身上被套上了 那个缩腰带 死在自己的那个 卧室床部上 是 然后当然警方一开始的时候 就觉得应该是 所谓的强盗杀人这样 你如果强盗杀人的话 照理讲 家中的一个 应该有大笔的金钱 会不见 就短少的是什么 现钞还在 不见了那个 放铃钱的盒子 哪里 铃钱盒子不见 这个就很怪了 这样 在那个老太太 被杀的那个时间的时候 照理讲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人 还有一个 十二岁的一个 国中生 国一的学生 所以当时警方很紧张 她想说 哇 那阿嬷死在那个卧室里面 她说国中生不见了 有没有可能是被挟持 或者是说 带到别的地方去被杀了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警方也非常非常的紧张 就后来之后 或者慢慢就开始在找 找到后来之后 当然有一组 那个警网呢 就在那个 汐止了一个网咖 就发现到 这个国中生在里面 在打网咖这样 结果打网咖 就把他带回来 带回来之后呢 一开始警察就问他说 哎 你照理讲那个时间 阿嬷被杀的那个时间 照理讲你应该是在家里面的 怎么不在家里面呢 他说 结果那个 这个十二岁的小朋友就讲说 没有啊 因为那天的时候我本来要回家了 后来朋友揪我去打网咖 我就去网咖 就去玩 这样子 后来在警方在整个 舍问过程中的时候 就发现到这个 小孩子有点神色有益 怪怪的这样 当时没有用那种 科学办案的方式 还是用那种非常的这种 因为明察秋毫的这样子的 一个压迫之下 最后小朋友再被 变那个正办理 逼的那种状态之下 终于坦诚 阿嬷他干的 是什么深仇大恨 让少年痛下毒手呢 阿嬷他干的 他杀的 为什么杀呢 因为这个阿嬷 还喜欢去外面捡东西 因为很节俭 那阿嬷就是说 希望那个家里面 能够省一点这样 他常在外面捡东西 但是有时候你知道 阿嬷有时候眼睛变不太好 有时候捡了 还来的东西 有没有 是坏的 然后又喜欢捡一些食物 那食物都有坏掉 那坏掉之后呢 当然就是 家里面当然也不认同啦 尤其这个十二岁的小孩子 有没有 那时候就常常就跟阿嬷起冲突 甚至有时候骂阿嬷 他说 你是怎么还捡一件 要炒生的东西 回家里面就没有了 大家吃得不好 就意思是说 你不要再捡了 那一次的时候 也是因为阿嬷从外面 捡的东西回来的时候 又发生冲突 没想到有没有 这个小朋友有没有 因为平常的时候 跟阿嬷吵架 那天不知道发了什么风 有点怀恨在心 竟然失手把阿嬷 之后呢 他一想 哇 杀了人了 那怎么办呢 他要顾不宜政 他就学了 卡通柯南的那种方式 有没有 就去拿一把水果刀 在阿嬷身上 哇塞 然后呢 在套上的那个 手腰带 因为这样套手腰带的时候 身上不会沾到血 对不对 然后呢 就这样抱 用拖的 就把拖把阿嬷放到那个 床银上面去 以为这个样子 然后再跑去网咖 制造不在场证明 他以为这种方式 有没有 OK的 但是 这位小朋友 没搞清楚一件事情 柯南那叫卡通 好不好 现实的话 我们有CSI 好不好 是 所以在整整的种种迹象之下 显示出来 他那时候就露线 嗯 这也是台湾到目前为止 年龄最小的逆轮血案 的凶手 今天我们讲这些 所有的故事呢 都是有点那个行为偏差 是 那很多人就是看了一些 不该看的东西 没错 所以说这个要告诉各位家长 如果你在的话 还是要控制小朋友看的东西 不管他玩的电玩也好 他看的漫画也好 他看的电影 影集 卡通 都一样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不一定要看那么恐怖 那么暴力的 那个 我觉得这个分级制度非常重要 当然 大家就尽量玩一些比较 比如说像我们这支手机 很流行玩糖果 就玩玩糖果吧 不需要玩些这些恐怖的 还是一句话 坏事都不能做 做了一定会被抓到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